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第一首歌蔡建牙演唱的双七动物 那1975年生于新加坡的蔡建牙 19岁就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工商管理系 就读的时候受到一个 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赏识 成为乐团主唱 那在饭店或酒吧巡回演出 就此展开了她的音乐生涯 那蔡建牙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结束这种 演唱表演的生活 因为她当时她还年轻 想法也很单纯 她想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唱歌 也觉得在酒吧里唱歌 是一个很有趣的 赚零用钱的方式 直到有一次 乐团里有一个资深的团员 对她说了重话 蔡建牙才恍然大悟 那蔡建牙说当时乐团 就是一起在练习 这个新的翻唱曲目 那她就建议说 可以把某一首歌 重新编得更有趣一点 但当时的键盘手 却叫蔡建牙闭嘴 因为键盘手认为 蔡建牙只是歌手 根本不懂乐理 这样的说法就让蔡建牙感到很难过又尴尬 于是隔天一早 蔡建牙就到乐器行 买了自己的第一把木吉他 决心要证明自己也可以编曲 出于这种坚定的决心 她也就努力研读各种 关于吉他和弦的书籍 没多久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吉他 那后来经济公司就告诉蔡建牙说 虽然到处奔波 但是没有任何的唱片公司 愿意发行她的唱片 那蔡建牙说 当时自己虽然感到很失望 但心里却很清楚 这不会是我的终点 蔡建牙的歌手之路 虽然遭遇了挫折 但是学习音乐创作却大有进展 不断反复拨弄几个学会的和他集选 之后她已经不再能满足于她 这种吉他和弦了 她开始加入旋律跟歌词 她说这感觉就好像自己在察觉之前 上帝就已经先走入了我的房间 那当时蔡建牙每天都能写五首歌以上 而且是在自然而然下发生的 那1997年蔡建牙在新加坡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英文个人专辑 直到1999年才将华语唱片 签给了保丽金 那推出了首张国语同名专辑蔡建牙 当时保丽金似乎是对于蔡建牙的外形 很有意见 在第一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 呼吸的MV当中 竟然完全看不到蔡建牙本人的面孔 取而代之的是 有点像那种荧幕保护城市的一般流动文字 那当然唱片公司说是为了让观众 有更专注于蔡建牙的歌声 所以才有这么另类的设计 另外保丽金在宣传蔡建牙时 也以这个女500作为吸引歌迷的话题 但是显然这个女500这样的标题 完全不见效 之后的唱片宣传也就不再使用 女500这样的称呼了 那2000年保丽金唱片被并入了环球唱片 蔡建牙在环球唱片时出了第二张华语专辑 纪念终于建立起了知名度 不过蔡建牙要真正成为华语歌的创作天后 还是要等到她与保丽金约满进入华纳音乐之后 那这一张蔡建牙的第五张个人专辑 双七动物也是蔡建牙进入华纳音乐的首张作品 那这一张专辑不但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 最佳专辑制作人跟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最后也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这是蔡建牙首度获奖的专辑 那当然在这个就像这个专辑里面说的 这个女生说我除了爱你还是爱你 那男生却说我爱你可是更爱自由 就像这张专题封面上所说的 这个爱情在这个世代是无关于是非 那我们是一群必须适应这个 感官世界水路两栖的双棋动物 当蔡建牙成功的定位了这个 都会情人代言人的角色之后 这一次他所要诠释的又是怎样的爱情观呢 又要怎样说一个大家有共鸣的爱情故事呢 是一种既存在于这个城市男女最普遍 却又是追星刺骨的爱情流行现象 那面对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 却又恐惧被束缚 想要拥有自由 那这个矛盾的现象 也就是蔡建牙这张专辑 要表达的牺牲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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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